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君子兰的一个浇水问题 我们都知道君子兰它是肉质根,所以浇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担心呢,它这个根呢会被遗难 但是很多花也在给君子兰浇水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三个误区 是哪三个误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干透了才浇 因为我们呀,君子兰都有一个说法就是呢,要不干不浇,浇折浇透 但是干透呢,其实对君子兰的根系还是有一定的损伤的 而且呀,等到它干透之后了,可能这个君子兰的根系啊 对水呢有一种厌恶的心理,就会导致了浇水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要浇透水 我们养君子兰呢,虽然说是要给它浇透水 但是呢,不一定是每次都要给它浇透水 最好了就是在浇透水和不浇透水之间呢 有一个循环就是交替来使用 就是一次给它浇透水,一次呢不给它浇透水 因为如果我们每次都给它浇透水 就很容易导致它盆土里面的营养啊 被流失掉,然后影响这个君子兰的生长 最好就是浇一次透水 然后下一次呢就先不浇透水了 再下下次再浇透水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 我们总是浇水的时候啊 看在这个底部啊,有水流出了 我们就停止浇水 其实啊,这是一个假象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浇水浇透之后 其实它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部分地方啊 是没有浇到水的 所以呢,我们浇水的时候 最好就是呢,浇几次透水先浇了 让它底部有水流出之后,我们再循环再浇两次 等它完全浇湿之后呢 我们才能停止浇水 这样呢,才是对君子兰最好的一个浇水方法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君子兰了 我们平时在浇水的几个误区 我们下期再见